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诸葛大利 在爱情公寓舞当中的扮演者陈谷 他的命格吧 95年,诸葛大利这个人物比较深入人心 95年是属猪的嘛,以汉年 5月23号,蛮有意思的 看一下,4月24 农历4月24,至于失诚的话 反推了一下,但这个的话 因为他的一些事迹比较少 那就只看年月日了,失诚的话就不去管他了 那么很仔细的话就不来多说了 反正说个大概的吧 甲木生在4月,4月的话呢 夏天,这叫不得令 然后有甲银日,然后亥水,乙木 这相当于木比较多 而且是甲木的话一定要有金来克 相当于一棵参天大树啊 要成动量制裁,怎么办呢 必须要有这个剪刀啊 这个,或者说一些修剪的工具来修剪 那么心经它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心为正观嘛 正观为管理嘛 代表说一个管理 一个人要成才也是必须要经过 比如说读书啊 或者教育啊 这一些工作啊 才能够有成长 只读书的话 那是只能是学生 必须要有这个 别人的这个栽培吧 所以说心经它就是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用神的话 这是以心经为主 因为本身偏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要用金来克制这些枝条啊 仪木 相当于一棵树上 它就长满了这个乱枝啊 那么要用这个剪刀来修剪修剪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从这个个性上来讲 甲银日啊 甲银为大溪水 大溪水为智嘛 祖聪明啊 他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扮演的话 是一位学霸 那么现实当中呢 那么甲银日啊 至少来说的话 从大的智慧 这个大的智慧 不一定是说要读书很好很好 什么考这个高考照明这些 不一定是这个 指的是这个内心的明白 甲银日啊 内心通透 大溪水嘛 水煮智嘛 如果是大海水的话 那就更加明显了 大溪水的话 溪水 惨惨 往前走了 然后天干特色的是正观 正观的话 往往表示是一种守规矩 懂礼貌 知书达理 知书达理 和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 有点相似吧 毕竟是甲木啊 其实很有领导能力的 甲木 甲木为参天大树啊 大树当然有领导能力了 而且是甲银啊 甲银都是上下都是木啊 这代表内心一致啊 而且是都是树木的话 都行动力很强 说干就干 说做就做 然后他的这个 按照塔罗命盘来看的话 是一辆战车 他命盘 他的是 是一辆战车嘛 那么战车的话 就是凡事的话 都是做事情啊 就是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就像这个人嘛 就他 可理解为这个人啊 而且是 这个牌是阳性的牌 那么就会综合 就或者说加强 他的这个坚强 如果一个男性的 有这种牌的话 那么就暴躁 如果女性的话 因为女性本身 就属于阴的温柔呢 那么有这个阳性的牌的话 就相当于这个女生 就比 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这个 坚强 个性独立 个性独立 因为战车 就将军啊 在外打仗的意思啊 控制能力强 管理能力强吧 你看两个 两个师生人面相吧 不管好像是战师一样的感觉 黑白两知啊 代表理性啊 和这个精神嘛 理性和这个感性的 他不用绳子控制啊 不用绳子 那就代表说 他超强的这种 自控能力 或者说这个 一种驾驭能力 管理能力啊 这样的人 往往当个管理者比较好 如果是一般的人的话 不是一般人 就是普通 他不是明星的话 不是这个演员的话 可能会去考公务员这一些 为什么 因为甲木通根债 年祝年为太岁 太岁大概表着就是一个 太岁太岁 太岁就当官的 那么这个心机也是个管 管理是管理嘛 所以说一般来说的 如果说他不去当演员 他就应该是 可能会从事这个 行政管理业类的 行政管理 而且命中也带有这个 阅诸为天德 文昌 义马 天德 天德就是最高的贵 三人 三人四心童 对 正观他就是一个 天德贵了 所以说他的丈夫也好 男朋友啊 不知道他现在 也没有这个男朋友啊 单看现在的话 应该这几年 戊虚年 几亥年 不像是有啊 因为几亥年的话 是事还相冲 把这个事火冲走 恋爱确实没有啊 我也没看到有啊 有这个贵人吧 这贵人就是他的男朋友 代表丈夫 代表说他不管找的是谁吧 男朋友也好 未来的男朋友 就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 或者说给予他 特别大的帮助 而且他是在阅诸的 代表说他的 他是从这个 身边的人发展过来的 比如说这个 就是同事啊 同学 当然这一类的话 可能是指 比如说这个 当然这种 演员的话 可能就是 同样的 也是在拍戏过程当中认识的 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啊 有些是找什么富豪啦 有些是什么圈外的 有些是同学 之前的同学 有一些是各不一样嘛 甚至是找这个 比如说年长的 他这个就是身边的人 身边的阅助嘛 正观 正观能够帮到他 而且是这个 天德贵人 那自然而然 他就是这种 本身啊 就是一个 可能找的 就是一个演员啦 从事业上来看的话 那事业怎么样呢 事业 要看硬嘛 硬代表害水 但是有点 丝还相冲 有点相冲的话 那么四火 它是一个寄生 把这个冲走 那么就 就比较顺畅 四火 因为火又可金 就是四火 它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把它制住了 那么人生就过得比较顺利了 那么一直以来啊 看一下 这个16岁之前 走的运好不好 不太好 手把手说不怎么样 因为五火运 五火是加强火的气势 不太好 但是呢 天干毕竟是任水啊 水克火 把这个能量减半 这种呢 看下吧 有没有 18年加入的 好像它的介绍好少 没有了 没了 算了 反正我就顾起 以我的来观点来看吧 那么16岁之后 虚似16岁 也就是10年之后呢 进入这个鬼魏运 魏土运的话 就不太一样的 魏土是害魏嘛 拱起这个墓局 害魏拱墓局 我认为在2011年 新某年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差的 因为新金 在某的话为绝地 新某为绝地 害某为山河墓局 当然2011年 这种年份 当然这种年份 2011年一般来说上学吧 没有啊 哪一年上学也没想 也没讲 毕业余 他没讲哪一年毕业的 算了吧 反正就以我的为主 好少啊 他的信息好少 因为毕竟命中 带有这个文昌嘛 文昌心啊 学习能力是强的 因为这个四伙啊 南方火地 火为时尚 时尚代表表达能力强 所以写作也好了 或者说这个动手能力 也比较强 就是玩起游戏来 也比别人要好的嘛 这就是动手的能力嘛 按事业来看的话 19年 18年好不好 18年务虚年 还行吧 因为18年是财新 深入望 再见这个财 可以啊 能得财 代表说这个赚钱了 也工资了 收入高了 18年 看一下吧 18年加入这个 出演了这个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有没有 反正我是之前是不怎么认识的 但是18年确实是 务虚年嘛 走的是这个财地 那走财的话自然而然就是能赚钱嘛 好事情啊 19年呢 19年几亥年 两个亥水来冲一个四火 把这个季城冲走 这个冲冻的话 那么把这个四火一冲的话 人生就顺畅了 而且是几亥年 是这个天河地河 天河地河的往往有喜事出现 有喜事 有好事情 所以19年 他这 他这部戏应该也是 爱情公众应该也是 这个 19年拍的吧 19年还拍了其他的什么 哪有卡了 2020年 1月是 反正肯定是19年拍好的嘛 但是19年我认为是运势比较顺畅的 那么2020年怎么样呢 现在其实也是啊 差不多吧 播出的时间点刚好是在19年了 按农历来看的啊 那么 2020年庚子年怎么样 庚子年是七杀 七杀来把这个劫财业合走 还是好事情啊 本身身偏望在把这个七杀 把劫财业合 然后止水到害止 但是这个 患运了 甲生运了 甲牧呢 甲牧做绝地 哎呦 这部运的话 往往代表情感要来了 当然这样的女性 肯定是受欢迎的 也不用讲 按发展来看的话 甲牧做圣经 八字毕竟偏望嘛 这个不要紧 所以说这部运还行 但是毕竟是 隐身冲的 就是说26岁 也就是从今年开始啊 这个运好不好呢 想冲 冲的话 为陆地 代表说一种奔波不休啊 奔波不停 经常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这个变来变去指的 不一定是说这个工作 工作可能就是演员 东奔西跑老累吧 但是有没有好的结果呢 有啊 但是今年的话 麻烦是比较多 毕竟是止水 这个甚至害水 害水也来 把这个合走 啊 圣经和这个 路神被冲 是 路神冲的话 毕竟工作受影响 所以2020年好不好 啊 当然这个因为 现在这个新的 这个爱情公寓的 这个 乐波吧 可能是乐度会上升 这是肯定的 但是对个人而言的话 麻烦是也很多 七杀来了 七杀代表是非 代表麻烦事 就来了 啊 整体的运的话 嗯 还可以 只是今年麻烦是比较多 同时也代表说这个恋爱也来了 啊 我的感情运意也来了 感觉好不好呢 很好啊 至少从这个来看的话 还还不错 而且呢 他的心经是他的这个 一个天德贵人 代表说他的这个男朋友 一定会给他很大的帮助 就相当于这个 呃 不管男女啊 经常有这样的 一旦结婚之后啊 男的给他女的介绍 或者在一起之后 给他介绍资源 啊 女的跟男的介绍资源 等等嘛 啊 这当然正常啊 夫妻本一体嘛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他的这个 男朋友会很有能力 或者说就是 呃 也是演员吧 或者说也是同同行啊 给他的帮助会非常的大 从个性来讲的话 这样 这是一个比较的 这个可爱的 为什么叫可爱呢 因为甲银嘛 因为木 木刚好是内外 都是一样的表达 比较通透 比较直接的一个人 行动派 说干就干 说做就做 啊 大吸水吧 也很有智慧 这个木 木多的话 用心经 则用身得力 用身得力的话 只要不见 丙火把它喝走 就好了 所以最差的是 在2016年 丙生年 16年丙生年吧 当然这个就没有介绍了 最差的话 16年了 18年 戊虚年 则土 则土运 好不好 当然好了 土生经嘛 土生经为财神官 当然好了 19年几亥年 把四火冲走 他就不去治这个薪金了 那当然也就自由了 运势也就顺畅了 2020年庚子年 其实最好的应该是在2021年薪酬年 相对来说是最好的 今年的话还是实费比较多吧 但是就是今年吧 可能在工作上会变 变动比较大 可能因为公司的缘故怎么样 从个性来讲的话 是一个不打 无把握之杖 属于将军吧 说干就干 说做就做 很有自己的理想 但是这种啊 做得好的话 那当然一帆风顺 你看前面都是一个城堡 代表说一种收风 收喜悦 但是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那么这个车呢 就容易翻车 毕竟没有缰绳 控制 容易翻车 代表说错误的决定 错误的决定 在错误的年份 或者说不好的年份 会有错误的决定 那么什么时候呢 就今年可能麻烦是比较多一点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吧 希望没有吧 希望大家都是顺利的 好吧 今天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谢谢大家啊